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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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Caro老師 採用真空吸索的方法 來製造妖空模擬船 這條計劃是我幾年前想出來的 這部真空吸索機 我由舊校用到教育局 由教育局 用到現在的學校 我仍然覺得它非常有用 所以我才將這個雜作 繼續成傳下去 但有很多朋友會問 這個模具究竟怎樣製造出來 Caro老師曾經教過很多童工 你可以用泥膠 又或者甚至切開兩條蘿蔔 放進去做真空吸索 都是可以的 只要做模具材料 可以承受到160度的溫度 它便可以用來做模具 但我相信更多朋友都想知道 怎樣用到一個電腦蓋圖的硬件 畫出這個模型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不規則曲線 流線型的一個全身 如果用一些以前我曾經教過 一些普通的on shape 技巧 畫出幾何圖形就沒有問題 但要畫出一些這樣的形狀 就有些困難 所以今天打算跟大家研究一些 深入一些技巧 教大家怎樣去on shape 畫出這隻船底出來 然後用來3D彈彈也好 用CNC 出來也好 目的都是為了做一個模具 出來做真空吸索 好了 講到畫這些奇怪的形狀 以前卡洛斯都搞過一個Fusion 360 系列 還教過大家用Loft的功能 去畫二壺琴頭 現在我們為了免費 就轉用on shape 其實做法都是類似的 既然今天我們要用畫這個船底來示範 我們就要先知道它的尺寸 譬如這隻船底 它的總長度大約是27cm 而船底的厚度大約是4.5cm 由於它是一隻雙體船來的 每一邊原來是寬5點幾cm 但是雖然有了長寬高 你還會注意到 原來這個船底是有一個流線型的設計 而只要我們能夠順利畫到其中一邊出來 另外一邊其實是一模一樣樣的 而當中就有一個船底 再將兩者連結在一起 所以畫的很簡單 只需要畫出其中一條 然後複製另一條出來 而中間的連結部分其實是直線來的 相當容易搞定 而我們進行建武的時候 只需要知道頂視圖和側視圖 兩條不規則曲線的大約走動就可以了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 啟動on shape 打開一個新的文件 改名為boat body 先選擇一個側面的視角 在這個平面上 我們建立了一個草圖 畫上一條作圖線 長度就是船身的長度 27cm 即是270mm 接著我們再畫出一條垂直的作圖線 45mm 而在頂部再畫多一條水平的作圖線 用來管住曲線的走動 然後選擇這個不規則曲線的icon 隨心所欲畫出這個船底的曲線 我的經驗呢 畫的時候必須要一筆過 如果中間斷過來 就有機會做Loft 疊層拉伸的時候不成功 很多人很怕一筆過畫這個不規則曲線 畫出來不夠圓畫的 其實方法就很簡單 其實只需要沿著曲線 逐點逐點滑鼠 按鍵的時候 長按還可以整理曲線的弧度 就算完成曲線之後 你仍然覺得圓滑度不行 還可以逐點去修改 完成了側視圖的曲線之後 我們就再來做頂視圖的曲線 方法跟剛才一樣 畫上這個管住它的作圖線 但是現在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是畫雙剃算的其中一隻 而且還是先畫半隻 因為它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距離中心 只是28mm畫一條作圖線 至於它畫不規則曲線的方法 就跟剛才的差不多 好了 只要兩條曲線都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準備進行疊層拉伸 跌層拉伸的icon 在這裏 選擇輪廓 然後怎樣選擇 我們剛剛畫好那兩個草圖 立體就已經出現了 不過你看到跌層拉伸 是一條直線來的 那怎麼辦呢 我做法就是 將開始輪廓形態 和中止輪廓形態 都選擇垂直於輪廓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容易 我們就做了半隻船的輪廓出來 另外半隻應該怎麼做呢 就自然是做鏡射 先選擇要進行鏡射的單元 再選擇鏡射的平面 彈指之間這個船體就完成了 再提一提大家 每次做完一個操作之後 一定要按一按這個綠色的梯 跟著我們要進行的 就是線性複製排列 目的就是做多一個船體出來 做法跟鏡射差不多 不過要輸入兩個船體之間的距離 在這裡我們輸入92 兩個船體都完成了之後 只要你把它反轉面 你就會看到 原來跌層拉伸出來的效果 是一件薄材料所造成的船底 如果我們做動畫 這樣更加好 但如果我們做3D打印或CNC 我們就要採用一個填滿功能 把它封底 好 到最後我們在側視圖的平面上 畫出幾條直線 然後再放出一個立體 來連結兩個船體 接著無論你是3D打印也好 做CNC也好 做法都是出出一個STL檔案 在我的電腦 回出STL 它就默定會出了去Cura 大家可以看到 我家的3D打印機 是不夠大 來引這隻船的 因此 我的做法都是打開 ARTCAM 把STL再進 之後就自然可以進行各種 都具的設定 和揮出DOLO的G-code 再在CNC機器上進行切割 希望經過今天的講解之後 大家都知道 怎樣可以利用ONShape 去畫到這麼精細的模型 畫好之後 我們仍然可以選擇用3D打印機 或者用CNC機 去製造這個武具出來 最後就是利用真空吸索機 來製造出我們性品 性品可以是一隻船 也可以是其他包裝配件 甚至是巧克力、雪條、大菜糕的武具都可以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